大家好, 我是草根貓 相信看我影片的觀眾都知道 我很喜歡買按摩東西幫自己鬆一鬆 話說上個月是我生日 就收到OSIM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就是現在熱賣的推拿教主 好, 不說太多了, 馬上開箱了 今次這部機我開箱後 就用了一個禮拜才開始製作這條片 主要是想試真些和試得深入些 長話短說, 部機有幾個賣點 第一, 有一個叫做全自動智能油獵液的功能 是這部機擁有的專利之一 有三隻液在上面 它可以自動偵測到小腿的高度去到哪裡 然後全自動按摩你的小腿 和濕頭上少少的大腿位置 過程之中那幾隻液是會懂得自己 由小腿按到大腿 由大腿按到小腿 我覺得全自動智能油獵液 是這部機最大的賣點 因為坊間很多按腳的機 都只是固定按到你的腳 和固定按你的小腿 我暫時未見到市場上面有其他的腳步按摩器 可以做到好像凹閃 由大腿小腿之間自動來來回回按 按到大腿位置是幾好的 很多時大腿的位置都會有點酸酸痛痛 都不是那麼容易有一些機器可以幫你按到大腿 而這部機就正正做到這個功能了 第二就是部機有滾輪的設計 變了按摩的過程就好像人手指壓的效果一樣 變得更加到肉和到胃 腳底都有滾輪 所以按的過程就好像有人用手 按你的腳板底月位一樣 都會覺得酸酸痛痛 好老實如果大家只是想買腳步按摩器 市場上其他的按摩器 只是固定按到你的小腿和腳底 而另一部就是幫你由大腿按到腳底 還有個人手指壓技術的話 即使這部機明顯比其他機貴多一兩千元 但我覺得都是值得大家去考慮的 因為很多時那些腳步按摩器 就算講其他牌子都好 我相信大部分牌子出產的腳步按摩器 都可以給你用到五六七年或者以上 好少用一兩年就打柴 既然是這樣 部機又要用那麼久 你給多一點點錢 買部功能多些 專利又多些 對自己好些 我覺得是值得的 我自己本身的受力程度 十分就有七分 都算是受到點力的 頭一兩日用 每個模式試一下的時候 我就覺得用日式真的比較痛 因為人手指壓的效果太厲害了 你真的好像感受到有一個中年男人 有氣有力 持續地大大力按你的腳 日式就比較適合受力程度滿分的朋友仔 我自己就覺得太式伸展是最適合我 頭一兩日用的時候 太式都會令我覺得有點酸酸痛痛 但是用多兩三日 你適應到太式的力度 你就會覺得是欺負到好處 油獵液的技術 托著大腿再向上伸展 就有點像人手的拉筋按摩 腳底按的時候 也會刺激到一些反射點 你會感覺到是有料來 就不是說媽媽呼呼 擦一下就算那隻 真是到肉和到胃 畢竟這部機都有很多按摩模式 我相信總有一款是適合你們的 家裡雖然是有全身的按摩椅 但是始終就不是針對腳部 之前就開箱過一些頸部 腰部 全身電流按摩器 唯獨是我還餐這個腳部按摩器未擁有 今次這一份生日禮物就正正合我心水了 我自己上班就要長期穿高跟鞋 對腳是真痛真累的 我都是些不論色的人 都買了腳踏放在桌底 等自己坐下的時候 就可以脫高跟鞋 踩腳上去 令對腳是舒服些 那部機我覺得都會比較適合一些 好像我這樣 要穿高跟鞋上班 穿到對腳很累 又或者是你份工 經常都要走來走去 行行站站的人 另外有一些人 可能經常都要做家務 又或者它只是對腳累 但又未至於要買整部按摩器的人 我覺得這個按腳機就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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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已經沒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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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用 App 只是用旁邊的按鈕 都可以選到中式、泰式和日式按摩 但是你用 App 的話 裡面就有更多不同的按摩手法給你選 而且 App 會定期更新 我覺得都不錯 因為傳統的按腳按摩器 它出廠的時候是三個模式 就三個模式 不會後來增加或者減少 但是這部機和 App 連結了 將來按摩的模式 就可以更加千變萬化 不會來來去去都只有幾個出廠模式 我覺得如果家裡有空間 今年又剛剛好有消費券 叫做有些閒錢洗一下 大家其實可以考慮買一部 Ossim 的推拿教主 是獎勵一下自己的 今天的影片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幫忙點 這邊能上不會結論 大家等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